2006年,李嘉欣在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被问及一个敏锐的问题。 你喜欢的男士,比如刘连雄,他们都有太太。 你有没有担心过,别人会把你当做一个第三者? 面对媒体减明一要,一针见血的提问,李嘉欣坦然承认他曾经介入刘连雄的婚姻。 伤害了他当时的原配妻子保荣琴,但与此同时李嘉欣也公开放话。 我只会承担一半的责任,因为另外的一半是因为我当时肯相信刘连雄说的话。 除了做过刘连雄的第三者,之后我完全不觉得,我做过任何人的第三者。 李嘉欣此话一出,无非就是在暗示自己当时也是被刘连雄的甜言物语所红片。 尽管李嘉欣在采访中多以珍爱为理由为自己开脱, 但他当年弃死李嘉诚妻子庄月明,迫迫刘连雄发妻保荣琴让位。 盧玛雄因为蠢女人,挑衅许俊腔原配何超勤的经历,却仍历历在目。 直到整整33年后,李嘉欣才终于遭到了反逝。 李嘉欣当年在香港小姐的选拔赛中不得投筹之后, 就凭击自己的鑽美容颜,在港鱼杀出一条血路。 当年圈内圈外无数人对李嘉欣的颜直径至腰, 不似有大牌明星,豪门子弟对李嘉欣发出恋爱的邀请。 可这些人的邀约,李嘉欣全部都拒绝了。 他的追求,绝不止是如此,他对于自己的婚姻,有更高的追求。 李嘉欣的追求确实是高,他一开始,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当年的首富李嘉诚。 当年李嘉欣和李嘉诚的牵手照,在网络上转得是沸沸扬扬。 一些不知情的人,甚至还以为李嘉欣是李嘉诚的什么亲戚, 毕竟两个人都胜利。 但网友们忠够还是把李嘉欣想得太单纯了? 他和李嘉诚两人,根本没有什么亲戚关系, 他只是单纯地想要拨大款罢了。 大家都知道,李嘉诚是有原配妻子的, 并且李嘉诚的原配妻子,还是下嫁到李嘉的。 钟玉明作为富家千金,下嫁到李嘉之后, 不但没有享受到丈夫全身全异地对待, 反而频频收到丈夫和明星们的花边新闻。 一开始钟玉明,还总为这种花边新闻和李嘉诚之气, 久而久之钟玉明也想开了。 只要李嘉诚不把这些小三大都家里来, 不把他们放到明面上, 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起初,李嘉诚在出轨的时候, 曲实做得比较隐晦, 钟玉明对此也不会管得太宽。 身为首富的当家主母, 这点度量他还是有的。 可李嘉欣的到来, 却打破了他们夫妻二人之间平静的相处模式。 先是狗仔找拍到李嘉欣和李嘉诚爱媒的照片, 在网络上广卫流传。 后李嘉诚不听钟玉明曾经的劝告, 直接把李嘉欣带到了家中。 李嘉诚一而再, 再而三地越界, 这让钟玉明双心欲绝。 在李嘉诚带李嘉欣回家的当晚, 就传出了钟玉明悲痛自杀的消息。 这一次, 李嘉诚彻底是玩完了。 面对原配妻子的离世, 李嘉诚也再也没有心情和李嘉欣谈情说爱。 李嘉欣身为这件事情的中间人, 也心感不妙, 于是果断和李嘉诚断了联系。 和首富李嘉诚分手后, 李嘉欣又开始尋找下一个将要攻克的目标。 李嘉欣在三挑选后, 把这次的目标对准了原配妻子 已经人老珠王的香港财阀刘联雄。 这一次对拿下刘联雄, 李嘉欣是抱住世在必得的心态。 但话说回来, 怎么说保永琴都是陪住 刘联雄白手起家的原配妻子, 甚么大风大浪未曾见过。 心里也并非没有容人的讨量。 无论是与刘联雄有著许多粉红非文的红颜知己关之林, 还是被母亲出卖不得已毁身于刘联雄的蔡少芬, 保永琴不仅会有对他们深深嫌疾, 反而还倾情代之, 把关之林注成了好规律, 而把蔡少芬当作亲妹妹搬带他去学礼仪。 可为什么保永琴能容得下关之林, 蔡少芬, 却唯独对李嘉欣耿耿于怀烈? 其实说到底, 是因为李嘉欣太过囂张不惑和任性妄为。 与刘联雄有过不展交情的女人不少, 但他们都肯有自知之明。 唯独李嘉欣进驻大楼的宠爱公然行长, 只要是李嘉欣沉浸在一段恋爱当中。 他便不顾外界的看法, 和旁人的阻拦, 就是執意要与意中人在一起。 很显然, 那时的李嘉欣,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爱情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我可无数的李嘉欣, 以为全天下都应该优待他, 毕竟他追逐的可视爱情啊。 外界一直盛传, 在李嘉欣与刘联雄恋爱期间, 李嘉欣多次打电话欲骂保荣琴。 因此, 也将原配保荣琴起出病来, 无疑成为了他此生罪恨的一个插入者。 风间流传保荣琴直到临终前, 都对李嘉欣恨之入骨, 在病床前, 对刘联雄提出了唯一要求。 那便是全天下所有女人刘联雄, 都可以取进门计他之位, 但唯独只有李嘉欣不可以。 正是因为发妻提出的这一要求, 刘联雄才把守住了家门, 没有让李嘉欣得逞。 在自知嫁入刘家无望之后, 李嘉欣便将目标放到了港圈的其他富豪身上。 因此几乎所有傅太太们都闻风丧胆, 将家事为眼中钉。 直到玄王之孙许俊亨的出现, 这些傅太太们才终于放下了雅火源珠的心。 许俊亨原本遇到王长女何超瓶, 是家族联恩, 但内何许俊亨对何超瓶无感。 何超瓶心里, 也注注以忘人陈伯强, 因此两人的婚姻, 也只能说是名存失望。 游走于许俊亨身边的李嘉欣, 金忙见逢插针, 盯上了何超瓶的位置。 他先是动用媒体的力量, 在公开场合与许俊亨旁约无人地亲亲泡泡, 再借住这些满城风雨的舆论, 令何超瓶颜面掃地。 为了让许俊亨有危机感, 加快取他的步伐。 李嘉欣又在媒体新闻上登报, 假许刘联雄曾为他特意见了一栋, 登湾恩大厦。 予以李嘉欣是他此生自爱, 目的就是为了让许俊亨感觉 刘联雄还对他念念不忘。 好果起勇气, 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家族, 早日将其迎取进门。 没想到, 李嘉欣的手段还是有所成效, 没过多久何超瓶便主动退位。 但何超瓶既是梟雄之女, 无略自然也不会比李嘉欣差。 既然李嘉欣玩阴的, 何超瓶便搁李嘉欣来了一计名的下马威。 在正式与许俊亨离婚前, 何超瓶特意带上好规模刘家宁, 与自己的公公婆婆一同用餐。 期间何超瓶与两位老人家 说了什么不得而知。 但自那一顿饭之后, 李嘉欣的假面便切底暴露在了公婆面前。 公婆对他的印象也是差到极点, 可以说是无时无刻不再提防住他。 在李嘉欣与许俊亨大婚当天, 李嘉欣在合影时, 给起了剪刀手。 宣告自己上位成功, 终于嫁进了船黄之家。 但紧随其后何超瓶便发布了自己 当年与许俊亨结婚的婚纱照。 要知道当年两家联恩, 场面可为成大, 婚礼连扮了三天三夜。 何超瓶的精美礼服, 更是一件换过一件, 三天都不带重样的。 对比起何超瓶当年的世纪婚礼, 李嘉欣的婚礼和婚纱, 实在寒酸了不少。 因此,何超瓶虽然不发一遇, 只是简简单单发出了一张婚纱照。 就已经胜过千言万语, 把李嘉欣的势头踩在了脚下, 算是一次绝妙的回击。 而向来就对李嘉欣没有好感的许家公婆, 更是一直防备住李嘉欣。 原本李嘉欣以为自己为许家但下了孙子, 等到公婆逝世后, 就可以享受百亿家产。 可没想到, 公公却在背地里, 提前留了一手, 将420亿的遗产, 全部放进家族信托保管。 每个月李嘉欣和老公, 只能领固定两百万的生活费。 这对于抛在贵府圈的李嘉欣来说, 无意是当头一旁。 弃得他在公公的纵礼上, 面试铁青, 眉头紧锁, 万万没了到, 自己最终败在了公公的手里。 而不单单是保永琴, 何超瓶, 1990年, 就连首富李嘉诚的妻子庄月明。 也在李嘉欣前去李泽一夜之后, 无故撤死, 自那之后李嘉欣蛇见美人的称号, 也流传开来。 据传李嘉诚的妻子李泽启, 还因为母亲突然离世一事与父亲不和。 选择搬出李嘉大宅, 拒绝与父亲见面。 只能说李嘉欣诸实是红岩祸水, 一池春水, 搞乱了整整三个家庭。 但对于给外人造成的种种伤害, 李嘉欣他总能有理由为自己洗脱。 后来他在接受老语采访时, 被问到对过去多段恋情的看法。 李嘉欣却云淡风兄弟表示, 因为曾经的他对于爱情非常冲动。 没有办法冷静下来, 才造成了那么多人受伤, 但如今的他回头再看过去的自己。 会觉得一次都是逼经之路, 如果没有当初任性的他, 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他自己。 虽然李嘉欣说得轻巧, 确实每个人都会在感情当中 犯过或大或小的错。 但他对于别人的伤害, 却不能轻易抹去, 也不是一句任性和不成熟, 就能够洗白的。 在节目上, 老语环特意问李嘉欣, 如果活到80岁有什么愿望。 而李嘉欣也是坦白直言, 希望还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令人感到唏噓的事, 李嘉欣恨望拥有的健康身体, 被他伤害的保荣禽, 他再也得不到了。 但正所谓天道有轮回, 去年, 李嘉欣因心装病情恶化, 而连夜住进ICU, 再抢救了整整48个小时后, 才保住性命, 等到李嘉欣被平安推出手术失后。 抢救的医生, 已经温身大汗, 这才喘了一口大气, 称, 要是在晚一点送来, 这个世界差一点就没有李嘉欣了。 事后李嘉欣在社交媒体上, 为网友们报平安, 但评论区, 他出乎以了地和谐, 出来运早晚要还的, 报应终于来了。 网友们没有对李嘉欣的病情, 有所谓问, 反倒是拍手叫好, 那他老天开眼。 只能说李嘉欣的路人员, 也是败坏到了一定程度, 才会令大众对他如此愤怨。 今年72岁的刘联雄, 特意召开了一场发布会, 揭露了李嘉欣的真面目。 据刘联雄坦言, 当年他与李嘉欣份守候, 还被李嘉欣摆了一道。 其实, 两幅大厦并非是他为李嘉欣命名的, 但不知为何, 就被转成对李嘉欣如情味了。 甚至当年的庆生广告, 也并非他登的, 而是有人交给他的秘书帮忙登的。 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在不经意间, 被李嘉欣利用了一番, 实现了李嘉欣嫁入豪门的梦想。 从刘联雄的口吻中, 不难看出, 他已经明晰了李嘉欣的为人。 如今心中只有小娇妻甘备的他, 也是果断地与李嘉欣撇清了关系, 以对妻子表忠心。 因此在该发布会传到网上后, 不少网友都表示, 这是李嘉欣的大型舍死现场。 被适逸救情人内行有心机, 不知道现任老公许俊亨之道后会怎么想。 而李嘉欣也毫不信息, 在发布会之后便更新了一则动态。 爱荣是指大家女的狗狗 做了住育之后变得安静很多, 建议有的人也做一下。 虽然李嘉欣没有指名道姓, 但自女自外也能看出他在枪声流连红。 只能说冤冤相报何时了, 李大美人活到这个岁数, 还是没活明白啊? 如今的李嘉欣空顶住最美港姐的头衡, 但口碑他挖到了谷底。 在其他港姐们成为大家一代记忆的时候, 李嘉欣却因为丰富的情史, 吸引人留下负面印象。 都说一步还一步, 李嘉欣也正是应了这句话。 明明自己成为了别人婚姻中的破坏者, 李嘉欣却自认为真爱无敌, 觉得是外界对他的看法有所偏差, 真可为是做了坏事还要立牌坊。 如今走到这一步, 也是李嘉欣救游自取了。